吉隆坡一名25岁的男子为了要进修英文上网借贷 但他不止没有得到原本说好的借贷数额 反而按期还债之后还被要求偿还450令吉的利息 但是没有想到变本加利的大耳聋得知市主不想要偿还利息之后 就开始传出恐吓信息 甚至发送放火烧屋的影片威胁市主 让他饱受精神困扰 也担心家人和自身安全 你没看错这是大耳聋传送的放火烧屋影片 威胁市主偿还利息 25岁的市主透露他为了进修英文才会尝试网上借贷 但没想到不断收到大耳聋的威胁和勒索信息 市主3月初在脸书看到借贷广告 接着在16号下午3点收到一通贷款电话 经过商讨市主同意把个人证件和薪水单给大耳聋 借贷5000令吉 但当晚他只收到大约900令吉的款项 他也在当晚收到来自新加坡号码的短信 要求他在7天内连本带利偿还1350令吉 否则必须多付450令吉的利息 市主表示他在7天后按时缴回1350令吉 但对方却要他多还450令吉的利息 就在市主拒绝缴付利息 大耳聋开始发送恐吓信息 包括三段放火烧屋的影片威胁市主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南多斯里张天赐表示 大耳聋的做法已经倾向勒索 警方可援引刑事法典第436条文 也就是恶作剧疑火或爆炸物 蓄意摧毁住屋的罪名调查此案 NTV7采访报道